这里是安多县境内的错纳湖 湖面平均海拔在4800米 面积约300平方公里 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淡水湖 是著名的怒江源头 由于错纳湖独特的地理位置 西藏纳曲地区 拟向国家申请投资 1亿6700多万元 在这里建设西藏最大的野生动物观赏园 观赏园在园有棕熊 蛇蜊 狐狸 石阳 沙狐 汉塔 黑锦鹤 黄野鸭 灰野鸭 班头燕野生动物的基础上 把错纳湖建设成为野生动物自然繁殖栖息地 使人类更加了解野生动物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然乐园 怒江像一匹脱江的野马 从安多的错纳湖流经纳曲县 笔如县和锁县 锁经之处不但滋润了两岸的农田牧场 也为野生动物在这一带生存提供了屏障 据有关数据显示 怒江两岸方圆百公里的高山峡谷 和茂密的原始森林中 有几十种珍稀野生动物 而巴青县 锁县 聂荣 嘉离县境内的国家遗体保护动物 就有白纯鹿和张子 其中张子的数量在全国居首位 藏北高原的每一处给我们向往与希望 藏北高原的每一处给我们讲述苍茫宇宙万物变迁的故事 藏羚羊奔跑的沉浪把天与地连在一起 这是大自然和谐的音律 野猫牛回望的身影像一座起伏的山脉 野性在这里张开翅膀 这是亘古高原生命延续下的气息 也是生命在这片高原上 对个性的张扬